多年许多人爱吃的佛跳墙 以及狮子头 里面一定少不了大白菜 菜价从之前一斤50元 降到一斤剩6块 还有火锅必加的高丽菜 从一斤100元降到6块半 菜价高的时候吓人 降价的时候农民喊苦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就在脸书上po文指出 炒作菜家的秘密基地在这里 从高铁运林站 往西螺果菜市场的方向 道路两旁除了蔬菜田 还有许多铁皮屋 里头到底有什么 我们带你一探究竟 工人忙着清洗芹菜 洗好的装成一箱一箱 冰进冷冻仓库里 里头已经囤了不少蔬菜 随时都能出货到市场 后来还有花椰菜 那个都可以冰 但是那个都可以 先做一些库存 但是不可以过量 菜饭说像是叶菜类 大约只能冷藏一周 高丽菜大白菜可以放一个月 菜头马铃薯等 跟精类则是能放三个月以上 像是一年一收的胡萝卜 甚至可以冰一年 而财信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就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返回契罗老家的途中 过去的道路两侧都是蔬菜田 但是这些年纷纷搭起了铁皮屋 作为冷藏蔬菜的仓库 而这些冷冻仓库最大的功能 就是在菜价低廉的时候 大量采购来囤货 低买高卖获得更大的利益 真的是这样吗 就跟产地是直接配合 我们竟然就出去了 因为你看这样子 它冰的数量也是有限 我听我们当地的人在讲 就说他们现在在 趁菜价低的时候 又买起来 然后就在冷藏里面 等到菜价高了 再拿出来卖 谢金河指出炒作菜价的命令基地 只有在这一个个冷冻库里 菜饭博斥这样的说法 表示蔬菜本来就需要冷藏 能够卖出去的绝对不会同货 不过以往都是农田的景色 的确多了许多冷藏仓库 方便作业 也成了特殊奇迹 记者零九位李孟章云林 采访不到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